樱桃少女下个月就要解散选秀最后一个女团没了 谁还记得当初创造营2020的选秀吗 苏瑞奇这颗一珠被索尼看到成功签约出档 剩下的选手却都差无此人了 一起来看看前15名选手的发展现状吧 第15名吴亚璐虽然不是30热门选手 但是她的学历很高 在天天向上工作 会编导比赛结束之后 她参加了决胜21天 却成为第一个被淘汰的 后来转型了演员 上个月主演的网剧 今天也要努力当只猫播出 第14名刘梦 在参加选秀前世网红 各个平台粉丝加起来有700多万 她和刘雨昕陆柯然一样 走的是中兴风路线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她成不了团 一个团不会要多个相同风格的人 离开创造营之后 她录制了综艺创可少女屋 但是这个节目没什么人看 后来她节约了加行 也就是杨幂的公司 因为与公司产生了矛盾 还闹得挺不愉快的 现在她已经没有什么消息了 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某英 做起了网红 第13名 网科是一个乐队鼓手 性格开朗活泼 在选秀的时候穿了很多粉 现在应该是茶无辞人的状态 不过她应该是在坚持做音乐和话剧表演 看她的微博会发现 她经常和粉丝分享生活 是个宝藏女孩 第12名的刘念 是个48成员 虽然没有成团 但是为她积累了不少人气 在AKB48第一届 偶像嘉年华中获得第二名 拍摄了古装爱情清喜剧 错架是子飞 本来前进一片大好 却因为恋爱违反了公司艺人准则 被暂停一切活动 不少粉丝对此表示很气愤 刘念作为社会队 ACE 她不仅仅代表自己一个人 更关乎整个团队未来前进问题 一人失格 全队倒霉 这件事情之后 刘念差不多彻底糊了 第11名的苏瑞奇 验证了那句经久不衰的名言 是金子总是会被看到的 三次参加选秀 未能成团 但是她的唱跳实力并不差 站在舞台上 她的动作和表情都十分到位 是能得的全能型选手 去年参加Ghost Planter 999 让外国人看到了中国选手的魅力 她和沈小婷都是当时的人气选手 落选之后 她失意的回国 在微博积极营业 参加了一些不出名的小活动 出席一些活动的红毯 和大多数胡斗一样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 她突然宣布将在日本出道 为了自己的偶像梦 不惜漂洋过海 这是怎样一种坚持 今年4月 她的单曲《聊》 日文版已经上线 后续公司还会为她出不少专辑 发展前景会越来越好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第十名 林军仪 离开选秀之后 转型做了演员 友情出演了甜宠剧 姻缘嫁到 和爱情清喜剧 弄好我的东北女友 都是客串或者女儿 林军仪的经历和苏瑞奇 差不多 她在参加创三的时候 也是回锅肉选手 从小就爱唱跳 在这条路上已经坚持了十几年 奈何与女团无缘 差了点运气 今后应该会活动在各种小网剧里 运气好的话 可能参演打IP的女配 如果表现好的话 还是有转机的 第九名的 朱朱爱 一直在延续她的音乐之路 当初一首好想你 火爆全网 歌声很甜 却在选秀中沦为陪跑 离开比赛之后 她陆续发表了原创单曲 做梦和老公公老婆婆 还成为乐高资品牌大使 去年参加了蒙面唱奖 发现了个人EP 哈喽朱朱爱 还为一些电视剧 宣唱了OST 在未成团的选手中 她的发展算是数一数二的 只要坚持做好的音乐 资源不用愁 第八名的徐一阳 遗憾卡位未能成团 但是她发展得很不错 参加了这就是灌篮第三季 天赐的声音和猛探探探案 都是一些大热综艺 参加综艺的同时 也不忘记发行单曲 虽然没有打出很好的成绩 但是在圈内挺活跃的 不像其他成员一样了无音讯 经常可以在热搜词条上看到她 她也进军了 影视圈拍摄了电视剧 但是没有什么水花 接下来是成团的选手 第七名的张亦凡 跟随组合参加了很多活动 不过没什么个人资源 很依赖于团体的发展 今年6月参加了综艺 战志巅峰 和杨幂黄明浩等明星 一起打游戏 张亦凡的未来很悬 虽然有时代风俊的考栅 但是时代风俊主要是唱跳 没什么影视资源 而张亦凡肯定会往演员发展 他的演技很好 但是路人员不太行 以后难说 第六名的刘仙宁 现在众星都放在演戏上 已经接了好几部女主戏了 除了外 给你我的小星星 夜色清新 他最近还主演了宁安如梦 这是一部搭女主戏 搭档白鹿 周俊伟等演员 5月份已经开机 网上还传出了他的古装造型 看完后我只想说 刘姐把古装造型看在身上吧 你来演国偶中的角色美女 这些角色真的太适合了 第五名的郑乃欣 现在没什么消息了 除了团体活动 他今年没有上过综艺 没有出音乐 也没有影视资源 按理说 凭借他的实力和外在形象 不应该发展这么差的 其中原因我们也无从得知 但是这不代表 英堂少女解散之后 郑乃欣的资源还会这么差 第四名的陈卓璇 最近发表了新歌 因你存在 二十 6月16号还参加了夏日毕业歌会 陈姐在音乐道路上发展的蛮好的 多次为电视剧电影 先唱了OST 反向不错 他还参加了很多热门综艺 如吐槽大会 碰然心动 二十岁 和爆裂舞台 幽默有更的性格 让他在综艺里表现的也很不错 第三名的王毅景 将所有的重心都放在了演戏上 主演了《绝配苏星堂和开举一座山》 前者已经杀青 后者刚开机 搭档的男演员都不太出名 所以后续很难有很大的热度 不过王毅景的演技是值得肯定的 他五岁的时候就进入了娱乐圈 19年参演了《少年派》 这是他的首部电视剧作品 《绝配苏星堂和开举一座山》 是他演艺道路上的试水 好的演员都需要磨练 只要演技越来越好 以后的发展是很客观的 第二名的赵岳 五岳随组合发现了专辑 别怕未来会来 作为斯巴成员 在参加选秀前就已经成名 后来成团加入《银堂少女》 但是这个团只带给了他名气 个人资源最少的可怜 比起团内其他姐妹的资源 好不到哪去 但是赵岳可是第二名出道 这资源还不如没出道的 如果《银堂少女》解散之后 斯巴给他成立了个人工作室 他的发展应该会好起来的 以后的发展估计会和许佳琪一样 奶团的同时去参演一些电视剧 第一名 西林那一高无疑是发展最好的 他的唱功在女爱豆里面算是数一数二的 不管是高音还是低音都能轻松应对 全开脉也没再怕的 现在西林主要是为影视剧现场OST 也参加了很多音乐综艺 表现都十分亮眼 但是我觉得西林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没有一首出圈的歌 提起西林都是一个唱歌很好听的爱豆 却不知道她有哪些代表作 这着实可惜 她拥有这么好的嗓子和音乐天赋 如果团队好好运营 出一首好的歌 再营销一番一定会出圈的 看完这十五名选秀的发展现状 会发现不少人都没什么消息了 选秀期间就是他们的巅峰时刻 80%的人都去演戏了 这是所有选秀人的命运吧 不过没有热度对于他们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至少可以潜下心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可以提高自己的能力 后继勃发 成名路上本来就有诸多的坎坷 希望各位小偶像们继续加油 好了宝宝们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哦 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哦